一切的一切都在安静地沉睡 只有时钟的指针 在一刻不停地旋转着 当每天的晨光偷偷溜进阳台 周围所有的事物 便开始缓缓从他们可爱的室次中渐渐醒来 我似乎可以闻到墙上的光斑 散发出的温暖味道 拖鞋和地板摩擦发出的声响 让人有一种欢快的存在感 新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工作 还有很多事情也都要自己打理 虽然有时也会有些辛苦 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我想正是由于这些琐碎的日常 才让生活变得可处可及 尽管家人和好友都不在身边 但总能突然收到他们温暖的问候 时光过得飞快 不知不觉就到了夏天 老妈会经常给我打电话 关心我的生活 老妈 我有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我想试一试 不然我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在她眼里 我总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以前我可能会因此而生气 但越是长大 就越是能够感觉到其中的温暖 我总是很喜欢抬头仰望 划过天空的飞机云 因为它像极了我心里 那些对家人还有朋友 绵长的撕恋 随着西沉的夕阳 一切也都开始渐渐恢复宁静 生活中 我总有一些类似的坚持 总希望把生活 还原得更为纯粹一些 可有时候 还是会感觉有些坚持不下去呢 在现在的这片土地上 一些本身很朴素的东西 越是坚持 就越是孤单 黑暗中 周围的一切都还在安静地沉睡 这天 我比往常都要起得早 四周的寂静 让轻微的响动都显得格外清晰 清晨的空气有些微凉 冰冷的空气紧贴皮肤 突然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路旁被沉入沾湿的青草 还残留着淡淡的清香 我清晰地感觉到时间 正一刻不停地从身边流走 我的不安 我的难过 还有所有那些过去的伤痛 都消散在清晨冰凉的空气里 只有自己的心跳 那么清晰地回荡在我的耳边 我听到了 内心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